允娥虽伏法,但皇上还是无法彻底安心 眼前还有一个被先帝重视的果巨王呢 皇上暗示果巨王,希望他能安分守己 不要像允娥一样走向不归路 果巨王心领神会,赶忙表忠心 自己只一心追求风花雪月 今天办这件事也是因为受皇上所托 日后自己不想也不会再卷入到朝当纷争中 希望皇上可以安心 果巨王说话有水平 他传达的意思不是你不让我这么做,我听你的 而是我压根就没这么做的心思 你可千万别让我掺和进去了 把自己从不会变为了根本不想 皇上听他这么说又开心了 老话说半君如半虎是真没错呀 果巨王刚为皇上立下了大功 但若一个不留神,就会成为皇上新的针对对象 这么看,他们之间有点像华妃和宋芝的关系 你做不成我生气,你做成了我也不乐意 不过果巨王更懂得趋利避害 更懂得怎么应付上级 处境自然不会那么糟 好啦,今天解说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关注三连 祝大家发财,爱你们哟